今天啊,介绍一支手枪 这个美国呢,在买枪的时候呢,一般的说要给你配一个盒子 当然,有枪柜最好的 盒子呢,把枪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呢,把它锁起来,也锁起来 它是一种专门的锁,把它锁起来 这是必须的 它主要的原因是防止孩子,孩子管枪 这是一支Clock的十七手枪 Clock是奥特利的名枪 它非常精致 跟我们中国的那种部队用的手枪一比较相差比较大 这个部队的手枪相对来说,跟这个比起来就粗糙的多 这个手枪六百多块钱吧,美金 那么在这个,现在预行期间,买枪的人都比多 人家上,没事干,上打类去 有的就是家里面备支枪吧 所以呢,这段时间就是买枪的比较多 二手枪也比较贵 这是一支新枪 从整个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 比较新的 首先拿到枪之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呢 先把子弹拆掉 拆掉 看子弹在里面,对吧 然后呢,再开枪塘 好,子弹出来了 不管是子弹有没有出来 你还得去看一下 有没有子弹 没有子弹的情况下,你才能玩 第二个呢,你任何时候 你只要不要去,不准备设计的情况下 手指不要搬到里面去 手指永远是这样子的 看到很多电影里面说 哎哟,你看 把手指放里面摆姿势 这是不对的,对吧 这是不对的,不允许的 在美国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你手指永远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摆这样摆姿势 可以没问题 但是绝对不能说把手指放里面去 不管里面有没有子弹,都不允许 不允许,对吧 那当然检查完没有子弹之后 没有子弹之后 你可以做一个预射击 OK,没问题 对吧,没问题 那么在美国呢 这个各个州法律都不一样 有的州 这个大部分的共和党州啊 它对枪械管理比较松 你超市里面,欧尔玛超市里面 都有枪 都有枪 这个体育民商店啊 鱼具店啊,卖钓鱼杆的地方都有枪 你随便买 也不贵 也不贵 这个便宜的两三百块钱 这个,我认为家里面就背两支枪 一支手枪 第二支是裂枪 其他的放什么AK47啊 重极枪啊,轻极枪啊 这种东西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这些都是枪型爱好者 那另外嘛 他喜欢玩嘛 但家里面背两支枪 一,手枪防身 出去也带着很方便 第二个呢,就是说 猎枪呢,出去山上打打猎 有狼啊,有鹿啊 确实一直打 打一次回来 搞个烧烤 很不错很不错 每次去 没有落空的 基本上都能打了 把被子录回来 后备枪一扔就可以了 兔子这些随便打 太多太多了 当然注意 千万不要把人当兔子打了 这种事情在美国是有发生的 看清楚了 这是什么东西在打 那么这个 在加州呢 其实加州呢 相当于中国的重视度啊 加州其实是大政府 整个美国是小政府 在加州是个大政府 很多民主党州啊 都大政府 政府非常庞大 当然跟中国比方比啊 中国一个县 相当于整个州的 那个人员了 就是公务人员了 一个县比一个州的人还多 那不能比 吃财的人太多了 整个加州呢 这个一共 两千万人 两千万人 那可能 吃财这么万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公务人员 可能也有几万 也有几万 但对整个 这个美国来说 政府来说 这所以 大政府了 比较庞大了 那当然跟中国政府 没法比 中国政府 难了 那太庞大了 那么他管理的比较紧 他管理比较紧 他类似于往共产主义 靠的那种 这种管理模式 比较紧 所以出去戴枪是不允许的 除非你去打链 或者是去打拔场 是可以的 所以一般都不让弹 而且出去呢 枪弹药必须分开 必须分开